天的沙画是只大象 我来讲个关于象的故事吧 有一天,四个盲人坐在树下乘凉 有个赶象的人走过来 大声喊着,象来了,让开点 一个盲人提议说,象是什么样儿的,咱们来摸一摸吧 另外三个盲人齐声说,对,摸一摸就知道了 他们像赶象的人说了 赶象的人就把象拴在树上,让他们摸 一个盲人摸了摸象的身子,就说 我知道了,象原来象一堵墙 一个盲人摸着象的牙,说象跟又圆又光滑的棍子一样 第三个盲人摸着象的腿,就反驳他们 说,你们俩说的都不对,象跟柱子差不多 第四个盲人摸着象的尾巴,就大叫起来 你们都错了,象跟搓绳子一模一样 四个盲人你争我便,都认为自己说的对,谁也不服谁 感象的人对他们说,你们都没说对 一定要摸变象的,全身,才能知道象是什么样的 你们每个人只摸到象的一部分,就断定象是什么样儿的 怎么能说的对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全面了解 就像看这个视频一样,一定要全部看完 对了,还有要点赞,关注,评论,转发 对,还有要点赞,关注,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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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赞,关注,转发 打赞,关注,转发 打赞,关注,转发